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勤书次要360第四册 第一单元君道依修身 甲使命无 人主则温良宽厚则民爱之 圣其言装则民为之 故民爱之则亲为之则幼 故民亲而为幼 主之所及也 故曰且怀且威 则君道备矣 这条出自于箭三十二 环子行事解 这个集是迫切需要 且怀且威 既怀柔又威严 我们一般讲恩威并记 这条讲君王温和善良宽厚的一个领导人 那么他很温和很善良 那么又很宽容厚道 这样的领导人 百姓就会爱戴他了 端庄严肃的百姓就会畏惧他 一般讲威严 所以人民百姓爱戴他就会亲近他 畏惧他就会孝劳他 百姓亲近又孝劳 正是君主所迫切需要的 所以说既怀柔又威严 君道就完备了 所以这个君领导人 就是要恩威都需要 要有威严 也要有恩惠 不能只有偏在一边 如果只有恩惠 这个人民百姓 对他是会很爱戴亲近 但是没有敬畏之心 所以也必须有威严 百姓对他才会又敬畏又爱戴 那么这样做一个领导人 就算具备了 这个领导人民的一个条件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